你知道吗 中国继香港澳门之后 领土还有三处地理缺陷 一旦不足 将更加完美 那么在三处地方究竟是哪里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幅员辽阔 互产丰富 地理条件优越 但仍存在三个小缺点 如果能够不足这几处短板 那么中国版图将更加完美 也为中国在战略上的全局部署 增添信机之那么 这三个小缺点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弥补 第一个就是东北湿地 中国东北通常指的是黑龙江 吉林 辽宁三省 整体面积高达78.7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8.2% 东三省虽然纬度高 冬季漫长寒冷 但平原面积广阔 分布有三江平原 松嫩平原 辽河平原 且河流水汽发达 黑龙江 松花江 雅鹿江 辽河等重要大江大河均 从该地区经过 同时这里土壤肥沃 黑土资源丰富 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 为东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 并使其成为中国主要粮食产区之一 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时东三省煤铁石油等矿产资源丰富 重工业体系完善 钢铁化工汽车造船军工等领域十分发达 曾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有着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之美誉 另外东三省的交通也十分完善 并形成了由水路空立体交通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运输体系 其中铁路营业里程高达12847.6公里 占全国总里程的18.3% 公路里程占全国总里程的8.8% 美和航运里程占全国总里程的6.3% 但遗憾的是 东三省除了辽宁外 吉林和黑龙江都是内陆省份 其中吉林东南端的房川村 距离日本海仅有15公里 却连海不沿海 这也导致东三省的货物运输 长时间只能依靠辽宁港口 不仅费时费力 还增加了辽宁港口的运输压力 如果能够直接获得进出日本海的港口 那么配合东三省完善的公路铁路网 便可更高效地为东北的市场交易提供便利 从而真正实现东北崛起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与俄罗斯合作开发远东 去年俄罗斯已经将海身为作为内贸中转口案 向中国辽宁开放 日前 中俄海共同商榷关于重新打通图门江出海口的相关事宜 也就是说 中国推进东北重获出海口速度正在加快 复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指日可待 第二个就是南沙群岛 南海是中国三大边远海之一 地处中国大陆南侧 北中南半岛 菲律宾诸岛 马来半岛 加里曼丹岛等岛屿包围 整个海域总面积高达350万平方公里 该海域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 是连通两大洋的关键通道 是世界最繁忙的海上生命线之一 且这里游汽资源十分丰富 据推测 石油储量高达230亿吨以上 乐观估计可达550亿吨 天然气储量超20万一立方米 南海因此也被称之为第二个波斯湾 而中国在南海的领海 以石段线为界 总面积高达210万平方公里 内部共分为西沙 中沙 东沙和南沙四座群岛 目前 西沙 中沙由中国实际控制 东沙群岛则被台湾省管辖 但南沙群岛中多数岛礁却仍被其他国家非法占领 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中 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远 分布范围最广 岛礁最多的一组群岛 其东西跨度约905公里 南北宽887公里 整个海域面积高达88.6万平方公里 海域内岛礁数量超230个 群岛最北端的岛礁被紫礁 距离中国广东海岸线1200公里 南沙区最南端的曾母岸线 距离中国大陆岸线更是高达1900公里 但南沙岛礁距离周围东南亚国家却非常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随着南海资源以及战略地位逐渐凸显 加上当时中国海军力量不足 各岛礁很快遭到岳飞等国家觊觎 后经过努力 中国有效控制了西沙、中沙等群岛 并收回了南沙中的赤瓜、永蜀、主臂等岛礁 但目前肉数是座岛礁被周围邻国非法侵占 其中越南占据最多 数量多达29个 其次是菲律宾占据8个 马来西亚占据5个 另外文莱也占领着一座 多年以来 岳飞等国以非法占领的岛礁为支点 不断攫取南海资源 且多年来 海对各岛礁进行非法填埋和建设 以此作为在南海行动的战略基地 近段时间 菲律宾多次善闯人爱礁和黄岩岛 试图将南海更多岛礁占为己有 而越南也在过去半年里 加速建设以战岛礁 越飞的行动 导致南海更加复杂 但多年来 中国在南海的战略部署正在不断完善 尤其是南沙群岛中 中国共建设了7座人工岛 其中以主币 美晋 永蜀三大人工岛为核心 形成了三角战略防御区 在赤瓜 华阳 南迅 东门四座小型人工岛的辅助下 战略辐射可覆盖整个南沙群岛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与中东 南亚 欧洲等地区的海上贸易 却多依赖于印度洋 其中80%的能源进口 都需要途径印度洋 穿越马六甲海峡 进入南海 最终抵达中国 同时50%到60%的贸易进出口 也需要依靠印度洋航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不可避免地将对马六甲海峡产生更大依赖 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国际水道 地处马来半岛与苏门达拉岛之间 海峡全长1080公里 南北最宽处约为370公里 最窄处仅有37公里 由新加坡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 该海峡也是中国能源进口 以及贸易出口的关键通道 但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 重点控制的16个海峡通道之一 同时也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的重要战略之点 马六甲海峡一旦因突发原因中断 将对中国的能源以及贸易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如果中国能够直接获得印度洋出海口 那么马六甲之困变可云任而解 与此同时 中国西南内陆也将获得直接出海口 有利于促进中国西北内陆对外贸易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第三是贝加尔湖 中国山河湖泊众多 河流主要包括长江 黄河 珠江 黑龙江 湖泊则超2.48万个 其中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湖泊 就多达2800多个 但本质上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且没有世界级大型湖泊 中国五大湖包括青海湖 颇阳湖 洞庭湖 太湖以及呼伦湖 其中青海湖最大 面积能够达到4625.6平方公里 湖水容量743亿立方米 呆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湖面海拔高达3196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 但该湖属于内陆潜水湖 虽然属于危险 矿化程度较高 但终究没有淡水湖对生产生活 以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更直接 而中国最大淡水湖是渤阳湖 渤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 属于长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 因属于吞土型季节性湖泊 该湖的面积已急需水量寿长 将近流量以及将水量影响较大 高水位时 湖泊面积能够达到4125平方公里以上 容量达260亿立方米 但低水位时 湖泊面积却仅有500平方公里 容量就一立方米左右 这种不稳定状况 也使得鄱阳湖对长江下游的安全 造成一定隐患 但是反观美国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 北美五大湖区 该湖区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 包括苏比利尔湖 修伦湖 米歇根湖 伊利湖 以及安大略湖五座大型湖泊 总占地面积高达24.56万平方公里 总需水量能够达到惊人的22.8万一立方米 占全球淡水湖总量的20% 是中国泊阳湖最大容量时的870多倍 古大湖宝贵的淡水资源也为每家两国的农业生产 工业发展 以及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外 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的贝加尔湖 是亚洲第一大淡水湖 该湖面积虽然只有3.15万平方公里 但平均水深730米 湖泊汽水量高达23.6万一立方米 贝加尔湖曾长期被中原王朝管辖 唐远镜等时期都曾出现在中国版图之内 但清朝时期 沙尔东扩至黑龙江流域 为阻止沙尔继续南下 清朝与其在1727年签订不连四期条约 最终导致中国失去贝加尔湖 及南部西南部约10万平方公里土地 自此贝加尔湖脱离中国成为俄国内湖 如果该湖仍属于中国 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中国北方缺水的困境 只是贝加尔湖在划入俄国后 外蒙古也最终选择独立 该国已经对中国的水源和环境 基本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相信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未来一定能够收回 之间丢失的所有领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